嗯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GWT 那么GWT它的一个使用方式跟我们刚才用的基本逻辑是类似的 只不过是什么呢是存的地方还有传的数据不一样 传的数据不一样 那么呢GWT呢是什么呢是JSON WEB TOKEN的一个简写 那你可以来到什么你直接看百度搜JWT第一个就是JSON WEB TOKEN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JWT 它是呢是一种设计是一种呢技术规范啊我们来看一下 来这是它的一个官网我们看哪呢 那我们就往下看就行啊 好了 官网下面有一堆东西 我刚才说过 JWT我们主要产生什么呢 JSON WEB TOKEN吧 那么关键点就在于这个TOKEN上 而这一个就是我们产生的TOKEN 这个就是一个TOKEN啊 然后之后我们看上边是不是有一些东西吧 什么哈希256哈希384这些就是加密算法 就你可以呢选择不一样的加密算法 这种呢来看一下啊 左边这一块就是我们按照一定的算法生成的一个JWT的一个TOKEN 这货就叫做TOKEN啊 它一共分为三部分 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什么呢 第一部分是我们前边这一块叫做头 那么它里边放的什么呢 放到我们这个东西是个JWT 然后你用的是什么加密方式来做的 这里用的是哈希256 就这个基本是固定的 我们是动不了的啊 再往下看 紫色的部分呢叫做什么呢 叫做载荷 Payload 载荷 换句话说就是说呢 叫数据 我们刚才把用户名和登录状态存到哪里去了 存到Cookie里边去了吧 是不是直接点进去的 而这个载荷里边你就可以放数据 你看是不是放的名字 比如说载荷里我们也来放数据 那么最下边这个蓝色的是个什么东西呢 蓝色就是我们呢也需要一个私钥 就是呢我们也需要一个药串的来做一个私钥 那么它是来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将我们第一行 将第一行红色的 还有第二行紫色的 按照一定的加密算法进行加密 加密完成之后呢 就会产生下边这一串 就是第一个加第二个 按照一定的加密算法就会产生下边这一个串 没问题吧 但是呢它需要一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说的是私钥 所说的私钥 比如说呢我们知道啊 对于这个加密学来说私钥 我是不是可以以一个私钥加密出这么一个串来 那么呢如果我想把这个串进行解密 是不是也需要一个私钥 那么之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啊 你转向下看啊这里你看 这里是不是要求我们填写一个sell 你看前面第一个 是什么 base64吧 url input input我们叫是不是编码的意思 你看hider hider是啥 hider不就是上面这个吗 hider吧 再看第二个 中间也点号进行链接 链接了base64 加上一个input的payload是不是就是上面这一块信息 然后再是什么呢 中间这一块内容是就是我们要填你的这个私钥 你拿这个可以随便写啊 你会发现 我呢这里随着我写的东西不一样 你看它生成的串一样吗 不一样吧 但是第一个和第二个不变 只是下边这个不一样吧 如果根据我们的私钥呢 会形成下边的这一个加密串 那么这整个的这一串内容呢 我们就叫做一个token 那么我们要来学什么东西 我们是不是要学习这个加密算法 不是的 加密算法这不是我们俩干的事啊 那我们呢 这个东西已经完全 我们可以有封装好的 就是正常常用的一些加密算法 我们就来看一下 在我们做前端的用户动物的验证中 如何通过token来做 明白吧 来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这一个文档 这一个就是差不多啊 应户登录的时候呢 产生一个token 就是一个加密字不串 刚才我们看到那一堆 然后发送给前端 那么前端呢 需要把这个token进行保存 保存到哪呢 保存到cookie中也行 保存到look store也行 你想存哪就存哪 可以吧 你想存哪存哪 然后之后呢 还是一样 前端发起数据请求的时候 我们需要携带token 就是说你把这个token再给它传回来 传回来之后呢 我们服务期端会验证一下这个token是否合法 如果合法的话 你就继续往下走 如果不合法的话 我们就终止操作 终止操作啊 好 终止我们来继续往下看 那么在产生这个token的方式上有那么几种 一种叫对称加密 一种叫非对称加密 对称加密 非对称加密啊 那么呢 这种非对称加密呢 我们一般会通过这个私钥来呈成token 私钥这个词 你们其实用过 在讲get的时候 你们怎么注册登录的 get的时候 你们没讲私钥 没有讲私钥是吧 行 没事啊 那么到时候我跟他说吧 私钥这个私钥的东西就是什么 他呢 这个私钥也是一堆超文本 那么呢 我们刚才是用什么 我们刚才做加密的时候 随便写了一个字符串 那么私钥这个东西呢 他也是一个随意的字符串 只不过呢 他的一个长度会比较比较长 而且呢 这个私钥呢 会是一个文件啊 那么上边这一串 就是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 来产生这样的一个私钥 然后呢 进行加密和解密 我呢 先给大家说 我们如何呢 通过一个正常的对称加密来做啊 一共就那么几块内容 第一块内容 在NPM中有一个模块 叫JSON Web Token 你看是不是刚才我们说 就是JSON Web Token吧 那么这个有什么用呢 这货就可以帮助我们实现 加密解密的算法 一共最简单 一边就两个东西啊 一个叫签名 Singer 签名 那么他这个可以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我们把这个 我们讲 我们一个Token 是不是需要的是一个黑了的 一个头 还有一个密钥吧 那么呢 他会把这个给我们签出一个Token来 然后还有一个叫Verify Verify呢 表示进行验证你这个私钥是否合法 就这么两句话啊 我们简单来试一下 那我将现在这里呢 直接是先新建一个文件叫Token吧 在这里呢 我们先要把这个DWT呢 简单装一下 npm install 然后呢 json 然后web token 做完了之后就直接来用就行 那么呢 在这个页面之后呢 先把这个jsonweb token呢 简单的引入一下 抗似一个jwt等于一个requare json.web token token 接着呢 我们一共做两个思想 第一 叫产生一个Token 然后呢 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识别Token 或者说验证Token的合法性 那么产生Token呢 我们通过jwt下边有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叫做一个三 这个方法 签名方法 它需要两个参数 因为默认情况下 默认情况下 它采用的是哈希256的加密 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不改啊 就加密方式已经确定了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选呢 我们一个Token 一共分两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个头 头我说过 那就加密三碗了 如果我们采用这个的话 它用的就是哈希256 然后呢 HS256加密 所以呢 这个呢 我们可以不用写 它默认就是这个 第二个我们需要什么 需要数据吧 数据叫什么 叫载荷 就是数据 第三个需要什么呢 需要一个secret 就是呢 就是呢 我们的一个私钥 现在提前呢 我们在上面创建好 let一个secret 等于一个 你就可以随便写一个字不串啊 越乱越好 这就是一个字不串 接着呢 我们来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把这个私钥 还有我们的载荷 由数据呢 做一个签名操作 再来到一个data 或者是一个payload 载荷 这时候呢 等于一个对象 我们可以放 us等于123 然后呢 ps等于一个456 记住啊 这个载荷里边 不要放隐秘性的操作 不要放一些隐秘性的数据 比如说账户密码型的 为什么不能放 过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把这个载荷 还有这个数据 创建完了之后呢 给它做一个参数传进去 传进去之后呢 会产生一个新的token 我们let一个token 然后呢 就等于它 接着呢 把这个token打印一下 然后nodetoken 好了 你看到没有 下边产生了一堆 块 看到了没有 在这 OK吧 然后呢 我们把这堆串呢 图置一下 不知道哪里去呢 不知道JWT的官网 你看这里是不是也有一堆串 你把这给它删掉 然后呢 告诉你是不是是一个 无效的signature 就是说你的验证没有通过 然后把这个串给它 放进去之后 你会发现 头是不是哈希256 JWT吧 然后之后你呢 看这个us和这个ps 是不是我们刚才写的123和456 所以知道 为什么不让你在这个载荷里边 放一些隐秘性的数据吧 因为呢 你拿一些降验工具 它就直接会给你降验出来 所以呢 不能放一些隐秘性的数据 OK吧 然后之后我们再往下看啊 是不是也是一个无效的signature 那么怎么样才能有效呢 我们只有在验证的时候呢 你把这个签名给它添加进去才行啊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签名的话 它这个怎么样都是无效的 那我把这个签名给它丢进去 我看一下 这个怎么不给我验证了 encode decode解码 这个验证没啥 我们跨远错吧 刚才我们看啊 正常的情况下 我这个私钥是不是很长了一串吧 很长了一串之后呢 我现在是不是很短 那这时候呢 我把这个填到这里来做 这应该会直接会告诉我们 你这里呢 应该是一个无效的验证 因为它通过不了这个验证啊 那么现在这个网页有点问题 我们直接写代码 那么这是我们刚才是不是产生一个token 产生这个token啊 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个token信息给谁呢 发给前端 把这个token信息发给前端 发给前端来干什么事情 前端在请求一些其他结果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信息再传心的传递给我 那么重新传递给我呢 我们想实际上第一种情况啊 我要先验证这个token这个参数是否存在 存在了之后呢 说明你是携带token的吧 然后之后呢 我就可以再来做一个什么事情呢 我就可以来验证这个token 是否是一个合法的 为什么来验证是一个是否合法的吧 大家想这个token 这个串我能不能随便写一个出来 可以是吧 其实可以能写出来啊 但是写出来之后呢 它是通过不了这个验证的 我们来测试一下 下面就是验证这个token的合法的希望啊 就是jwt.ysify 传两个参数啊 第一个参数是你要验证的是哪一个token 因为这个token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通过私钥来生成的 所以呢 第二个呢 参数是你生成这个token的私钥 那么第三个参数呢 就是一个回调函数 有一个error 有一个data console.log一个error 然后呢 console.log一个data 把上面这个注释掉 然后呢 这我们看这时候呢 结果是什么 error是闹没有错误 是不是把这个信息给解出来了 那如果呢 我是随便啊 随便我是来 我随便删了几位 相当于我自己随便写了一个串吧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再执行试一下 这里是直接会告诉我们无效的token嘛 看到没有 所以说呢 我们的这个token这一套加密机制为了保证什么问题呢 就是为了保证这个token真的是有你签发的 而不是由别人胡乱写的 因为我们发现啊 如果别人胡乱写的话是否能通过我的验证 根本通过不了啊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gwt中的第一步 产生token 然后以及验证token 这个看一下 捋一下 上面这个东西呢 就是产生token的私钥 然后这块数据呢 就是我们可以呢 传击数据 下面这一块呢 通过这个方法呢 我们来通过hc256加密产生一个token 这里呢 是一个验证 那么呢 token的产生以及验证呢 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分这么两步 那么往下我们要看什么呢 如何在我们的这个demo中来使用这个token 所以一开始我们把代码稍微改一下 那么这个token呢 也是一样的 我们呢 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封装 在这个utils里 我们一开始是不是写了一个mail 对吧 然后呢 这里我们稍微给它换一下 再新建一个文件夹 写一个gwt.js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写点方法 就是把我们产生token 还有验证的这个token的方式 往这里来写 就是我写的这一块 第一个引入文件 第二个是创建私钥吧 里边有一个方法 那么第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叫create token create token呢 接受一个参数 payload 就是呢 你要传一个什么数据 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payload里边呢 再加上一个时间戳 就是ctime 表示创建时间 创建时间 那么当我们产生完这个token之后呢 就把这个tokenreturn回去 所以说呢 只要我引入这一个模块 调用里边的 create token这个方法 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产生一个token 这个有没有问题 我把它做了一次封装 然后之后呢 我们再往下看第二个 那么第二个呢 是表示呢 我们验证token 在这里呢 因为我们这里是一个异步的 所以呢 把它封装了一个premise对象 当你在调用这个check token的这个方法的时候呢 首先把要验证的token传进来 我在这里呢 会把它进行一个验证 如果是成功的 我会告诉你 resolve一个数据回去 如果你是一个失败的 我直接是reject 就是呢 把我们刚才的那两步呢 做一次封装 封装成了一个模块 封装完成模块之后呢 我们就找一个地方再调用了 还是一样 我们就应该是在登录的时候 来签发这个token吧 所以来到登录这个页面 找一下 找到登录 在router下 找userrouter 然后呢 找到这个login 这时候呢 我们就不用这一个了 不用jsonwebtoge 我们呢 往上写 把这个文件稍微引入一下 const一个jwt 等于什么呢 requare 我们自己写的模块 点点 然后呢 下面有一个utils 下面有一个jwt 自己写的模块吧 然后呢 在这个模块下边 写了一共就两个方法 一个是创建token 一个是验证token吧 那么当我们登录成功之后呢 我就在这里 let一个token 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jwt 然后呢 下面有一个dr create token的这个方法 然后这个方法里 我们是接受一个参数 你可以呢 给他传一个数据过去 比如说呢 我们传一个login 等于一个true 然后再传一个什么呢 大家可以给他传上一个 然后是name等于一个us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产生一个token信息 产生这个token信息之后呢 还是一样 把这个token信息呢 作为一个参数 然后返回给前端 到这为止呢 就 哎呀 看看 没有错误 啊 错了 这时候呢 我们再来试一下 以possman来说测试 当我们点击这个login的时候 user下边的login 当然还是用户名是 王一123点击send 我们发现除了刚才那一堆参数之外 是不是还要多了一个token信息 对吧 那么之后呢 要做的就是 只要你动物成功 要求你把这个token 保存到你的本地 至于你存 存那个cookie 还是存这个local storage 都行 只要你把它存起来 用的时候能取出来就行 这个ok吧 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在调用其他结果的时候呢 根据你的分别呢 你要验证这一个token 是不是存在的 所以呢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以哪一个为例呢 我们就找这个 还是在server.js吧 在server.js中 是不是有实物相关的 在这里呢 把这一串 我给它重新导动出一份来 那么这一串呢 那我们放的是token的验证逻辑 那么每当呢 我们点击这个hood的时候呢 我们要接受一下啊 就看一下你的这个token是怎么传的啊 我们在哪找呢 iq console.log一下 iq.body log完了之后呢 直接把这个结果呢 打印出来 比如说当我们在请求和实物相关的结果的时候呢 我们在这里都要加上一起验证 这个token获取到了 保存一下 然后呢 找到哪呢 来到 food 下边的get backpage 那么呢 传三的时候 我们说过啊 你不止呢 要把它 接收到 还要把它给传回去吧 点击 send 这时候呢 我们在接收数据里 是不是可以拿到这个token信息 那么这里呢 我们就来验证这个token 是否存在啊 let一个token 等于一个iq.body 之后呢 引入一下我们这个jwt的方法 cons的一个jwt 等于一个 也是一个 requare一下 当前路径下的utils 下边的jwt 拿到token之后呢 我们就在这里来验证token对不对 所以呢 jwt下边的 点 checktoken 里边呢 把你要验证的这个方法呢 给它丢进去 因为这里呢 是有异补的啊 所以呢 我们也通过promise对象来做 点击 那么呢 如果你是一个成功的话 说明我们这个token没问题吧 你里边呢 还能获得到token相关的这个data数据 那么我们就可以让它 next往下执行吧 如果你这个出现错误的话 那就是 点patch 然后呢 我们直接就告诉你 你这里呢 肯定是token 非法 所以呢 那就是is.send一个error 等于一个-999或者998 那么呢 message信息呢 叫做一个token非法 那么改造到这儿之后呢 我们这个结果基本就ok了 来测试 首先第一步呢 我先不传这个token 我先不传这个token 我调用这个方法 send 是不是告诉我们这个token非法 那如果呢 我把这个token给它传过去之后 再调用这个send 是不是也能查询出这个结果来了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这个gwt的这样的一个适应 那如果大家想 这个gwt如果我要做超时处理怎么办 因为你想 如果按照我这么来写的话 我这种写法的话 我这个token只要生成了一直有效 你有没有发现 因为我就是一个验证逻辑吧 这个不管你怎么验证 因为我们的私钥是知道 所以一直有效吧 那么怎么来做一个超时呢 怎么来做一个超时处理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啊 来听好了啊 就是我们基本是 我们的基本使用呢 先到这啊 接着来看看如何来做这个超时处理 那么超时处理一下 我们有时间处吧 比如说可能可以这么赶啊 来 我们找到创建的这里 创建这里 哪呢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gw.js 你看这里呢 我是不是可以往里添了一个数据 一个c time吧 那么c time是不是获得到我们的是当前的这个时间 然后我可以再给他添加一个 Payload 然后点什么呢 xp这个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1000乘以一个60 再乘一个24再乘一个7 这个能不能看明白 是不是又是一个 比如说这个表示的是一天的 不是七天的毫秒数吧 比如说在我们创建这个字符串的时候 我把当前的时间的时间车存进去 行不行 把当前的时间车存进去 可不可以 可以吧 那么除了存时间车之外呢 我再存一个东西 存一个什么东西呢 你要它多少毫秒周过期 再存这样一个字段 那么当我在验证的时候呢 我首先验证是不是合法吧 验证合法完了之后呢 我就看一下 你这个c time加上这个过期时间 和我现在的时间相比 是小还是大 如果现在时间大表示什么 现在时间大应该是已经过期了吧 如果现在的时间小表示什么呢 还没有到期吧 所以是不是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 来实现一个token的超时处理 就是第一步先验证是否合法 然后合法完之后呢 我再验证你超时还是不超时 这是我们第二种方式 jwt 大家把它给想一下 我这边就越来越来越就是了 好的 这么一分三分的 一分的 一分三分之后 咱们在这一分之后 没有放松那的 好吗 我这边就没有放松那 那你买到 然后之后我们把这两种方式现在都说完了 两种方式我们总体来看一下 你会发现我们解决无状态的处理方案 无非是什么 不管是你是Cookization还是JWT 都是在东路的时候产生了一个东西 是不是 而这个东西是不是刚好能表明身份 然后只不过是表明完身份之后 我把这个东西是不是丢给前端 然后前端在请求其他的结果的时候 把这个东西给它带回给服务期端 然后我们服务期的就验证一下这个东西 到底是不是合法是不是有效的 如果有效这个东西有效 那么我就证明你这个人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没效的话就说明你这个人是有问题 你去重新登录吧 然后呢其实这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两种方式的一个实现逻辑 后端在登录的时候产生加密串 验证身份 然后呢丢给前端 前端呢在前端把这个串给储存起来 存Cookie啊存这个Local Story都行 在调用其他结果的时候呢 再把我的这个钥匙串 然后呢再给它丢回来 丢回来之后呢 服务期端干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来验证你给我的这个串 是不是一个合法信息 如果是一个合法信息的话 那表示验证通过 你可以走接下来的接口 如果不是一个合法信息的话 那么就不通过 然后让你去重新登录 获取的是有效的串 来大家把这个把这个想一想 感谢观看 今天的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